你 ok 这个是油画机的擦作视频 那首先呢 电源线接上 黑色的是零线 其余三根是火线 好 电源接上以后这个灯会亮 然后这个集定开关打开 好 这里加料 哪里啊 这里啊 好 这里是加料的 加料 法要打开 加料 加完料以后呢 加料加料 加要加水 加水 这里面有水啊 我知道这里面从哪里加 老板 这是加加热的那个水吗 我说这个钢啊 钢体加 钢体是这里加水的吧 老板 这是加热的 是加热的吗 那加热从这里加水的 加热管的水 要先加水 要加料 知道了 说了 要加水的 知道了 说了 要加水的 那可以上升 然后呢 这里呢 是放水的 好吧 然后呢 这里是放料的 油花机的料从这里放出来 可以上升 那这个是真空开关 真空开关 这是真空开关 这是玻璃罩 那有灯 那这个呢 自动补的 啊 这是什么 自动补料的 这自动补料的 这管子要插到料缸里面啊 这自动补料的 这管子要插到料缸里面啊 这里有个 这个过来 这个 不是一样 什么意思 这个也是真空补 也是补料的 所以这个可以不接 这边 这上升 好 然后 那开 这是上升开关 好 那里面已经有加水了 好 这是下降 好 这个乳化加热 这个 我知道 这油化加热 就钢铁里面的 加热了吗 啊 这搅拌 这搅拌 这个 那这调塑 这样了吗 好 这均质 精心已经在转了 那这均质 那这个也是均质调塑 在下面 那最底下看到没有 没有 好 继续 到哪个 啊 这真空棒 啊 这真空棒 啊 这真空 啊 这真空 这真空 这两个要关掉 这三个好 出真空的时候这三个要关掉 才能抽的 好 就已经抽真空了 嗯 听到声音没有 那这是真空压力表 那真空度已经明显的 变成负压了 啊 好 然后呢 放弃啊 啊 然后这边 那这里就放弃 放弃 放弃 那以后呢 这里 打开就可以放掉了 放一点点就行了 啊 行行行 那放料 OK 那就整个就完成了 后面那是霸景灯啊 啊 霸景灯啊 我知道 看到 啊 机器就这样 还有不明白的没有 应该没有了